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距今已经持续一年多 目前双方陷入僵持阶段 这场被世人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开端的战争 本以为俄罗斯会取得压倒性胜利 却被乌克兰打得节节败退 且战况还在持续 早在57年前 毛主席就对苏联提出了高明的建议 如果当年苏联采纳也不会走到今天的局面 俄乌冲突是怎么回事 毛主席当年又提出过什么高瞻远瞩的建议呢 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以史为鉴看俄乌冲突 2022年7月5日 美国、英国、法国和俄国的驻华大使 罕见的在北京齐聚一堂 一起参加中国举行的联合国与国际会议 这也是俄乌战争以来 美国和俄罗斯的大使首次对阵 会议中 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各国代表 对俄乌战争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美英法各国代表自然地抱团 将俄国驻华大使孤立一旁 更是轮番上阵谴责俄国 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率先发起的军事行动 威胁了国际和平秩序 面对三国的猛烈抨击 俄方代表毫不退缩 有理有去的回应 甚至怀搬出毛主席的名言 所有事情都有两面性 呼吁全世界应该看到俄乌冲突的另一面 而俄方大使提到的俄乌冲突的另一面究竟又是什么呢 这场俄乌冲突之所以能够持续一年之久 而军事实力强劲的俄罗斯 没有取得意料之中的胜利 其原因在于俄罗斯的敌人不只是乌克兰 而是乌克兰背后以美国为首的整个北约同盟在助力 俄罗斯打乌克兰 看似以强积弱 实则以弱积强 和整个北约为战 俄罗斯才是弱势方 这场世界瞩目的俄乌战争 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要深入了解这场冲突 就得先理解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复杂的历史渊源 乌克兰曾是1922年成立的苏联的加盟国之一 经历了多次政治和经济变革 直到苏联解体后 于1991年正式独立 乌克兰其实对苏联的统治早已不满 认为其侵犯了国家主权 苏联同样不承认乌克兰的独立 认为这不合法 这一系列分歧早已铺垫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 俄乌两国曾经本都同属于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 都是东斯拉夫的后代 是统一阵营的盟友 本没有血海深仇 现在却被外人拱火 搞得兵戎相见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俄罗斯也不会落得如今进退两难的困境 以史明鉴 苏联历史上 以赫鲁晓夫 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 便是罪魁祸首 1959年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被当时北美大陆的发达富有吸引 不断被美方灌输西方思想 回国后更是完全曲解马克思主义 一心向往着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 甚至认为国家军队都是压制人民自由的工具 警察和法庭都应该废除 他全身心主张着苏联和美国友好合作 共同主宰世界 赫鲁晓夫甚至想要将中国的台海问题 演变成国际问题 对中国更是提出许多无理要求 这一系列干涉我国内政的做法 最终引发中苏矛盾 毛主席曾批评道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 中国会关起门来自己解决 绝不允许任何别的国家插手 之后苏联彻底拥护美国 撤回支援我国导弹事业的专家 更联合他国封锁中国经济 中国毫不气馁 想尽一切办法 最终独立自主研发出导弹核人造卫星 而赫鲁晓夫在任期间的古巴导弹危机 更让苏联陷入核恐惧 面对西方国家的核威慑 苏联彻底屈服 更热衷于和西方和平共处 后续上任的戈尔巴乔夫 同样继承了赫鲁晓夫的核威胁理论 认为核武器威胁了全人类的利益 认可了西方销毁导弹的阴谋 美国除掉了苏联的导弹 自己反而私下大力制造 双方差距越来越大 美方更加磨刀祸祸 就等着一举端掉苏联老巢 戈尔巴乔夫却毫无知觉 深陷敌方陷阱 不断妥协 在美方诱导下进行民主改革 最终搞得苏联四分五散 最终解体 毛主席早在57年前 就真诚地给过苏联建议 社会主义国家 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苏联应该坚决维护自己的立场 不要对他人抱有幻想 然而却被苏联当成了耳旁风 最后落得四分五散的下场 反观乌克兰更是唏嘘 苏联解体后 乌克兰继承了多达30%的遗产 有丰厚的家底 强盛时期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 是第三大军事强国 如果好好经营 现在也是一方霸主 却在短短十年间 从工业强国成为农业强国 彻底失去国家安全保障 这背后又是怎么回事呢 1991年独立的乌克兰 拥有强大的核武器力量 引得美俄心生忌惮 在美国和俄罗斯的一番忽悠下 经济不发达的乌克兰放弃了核武器 任美国和俄罗斯当靠山 1992年自愿成为无核国家 随着乌克兰核武器的全部销毁 彻底成为依靠他人的附属国 也成为了美俄对弈的棋子 2022年2月至今 俄乌战争已经持续开战一年多 乌克兰地区受到大规模导弹袭击 城市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 经济损失更是不可计数 甚至一半的国民都逃亡他国 可悲可叹 没有当年放弃核武器的愚蠢决定 如今怎会陷入战局 国家安全任人威胁 被各国拿捏无力反抗 这也让我们看到国家的独立自主有多重要 独立自主破美方阴谋 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强调 独立自主自立更生 我国历届领导人也一直将其作为指导方针 我们不能像乌克兰一样 将保卫国家安全的希望寄托于美国和俄国 如今才被各方利用 更不能像俄罗斯一样对美方的恐吓妥协 甚至妄想和平共处 我们是真想要和平 但对方却只想搞霸权主义 不公平的和平 我们不稀罕 近年来沉沉欲动的老美对我们步步紧逼 贸易战文化洗脑信息盗窃 甚至是台海危机 配让妥协只能让对方更霸道 唯有斗争和自立更生变得更强才是真理 如那句古话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 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对美国 我们更得时刻警戒 因为对方的险恶程度真的让人叹为观止 连美国人自己都吐槽说 做美国人的敌人很危险 做美国人的盟友更致命 美国在乌克兰领土干的那些丑事 完美地证明了这点 俄罗斯国防部不久前 接到一个意外的收获 他们在乌克兰境内发现生物实验室 用于制作生化病毒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美国 正是因为俄乌冲突 乌克兰很多地区一片混乱 政府无法管控 才导致美方在乌克兰领土上干的那些丑事暴露出来 正所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俄罗斯已经连续销毁了乌克兰东部的数个生物实验室内的病毒 这些病毒能够引发大规模的鼠疫 霍乱等传染性极强的疾病 事实上 这些发现并不意外 早在2020年5月 乌克兰卫生部就公开了美国建造的8个生物实验室 研究致命病毒便是实验室目的之一 俄罗斯国防部早就通过调查发现美国在全球建立了高达200多个实验室 而选址都是一些名义上未盟友 实则被利用的不发达国家 而到如今 美国还在狡辩这些实验室只是为了医学研究 然而他们的野心早在朝鲜战争时就昭然若揭 抗美援朝中 我国大量志愿军都牺牲于美军的毒气弹和细菌炸弹 人民主义建立的美国真的毫无人性可言 回望新冠疫情期间 美国更是信口雌黄 对中国泼脏水 这一番操作简直是贼喊捉贼 美国研究并使用生化武器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 这个劣迹斑斑的国家同样也污蔑伊拉克 叙利亚和伊朗等国家制造生化武器 并以此理由进行打击 这个披着文明外衣的霸权主义国家 摒弃良知的行为却是国际上默许的 因为他们实力强大 没有人敢说三道四 和没有下线的美国打交道 唯有自己提升国家综合实力 才能让对方不敢轻举妄动 就如同这场俄乌冲突 俄罗斯的核武器才是美国真正忌惮的 俄罗斯正是因为有此实力才能守住底线 不依附于其他国家 不像日本一样做美方走狗 面对北约诸国的挑衅坚持不妥协 而乌克兰也正是因为丢掉了核武器 才丢掉了独立自主的能力任由美国拿捏 说到核武器 回望中国当年 不得不佩服毛主席真的是高瞻远主 坚决要造我们自己的原子弹 才有今天在国际上说话的底气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苏联提出和我们友好建交 给我们有偿提供武器装备 实际上却企图控制我国 那时候的中国处在建国初期 经济不景气 政治动荡 国家局势内忧外患 美国朝鲜战争中对我们多次进行和威慑 苏联更是想把中国发展成附属国 处于时代抉择的关键点 毛主席决定我们一定要成为独立的国家 必须要发展我们自己的军工产业 国家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毛主席三番五次请求苏联 对我们研发原子弹提供帮助 也遭到意料之中的拒绝 谁愿意多一个强劲的敌人呢 后续我国抓住苏联内部斗争的机会 表示支持赫鲁晓夫 才得到苏联的技术援助 好景不长 1958年中苏交恶 苏联撤走了来中国援助的200多名专家 带走了技术资料 还嘲讽我国 看来你们只能取消研究和武器了 好在毛主席让我国科学家一直参与研究 在苏联专家走后 也能有条不紊的继续完成研发计划 更有幸中国有一大批邓家仙这类物理人才 学成归国 最终靠着我们自己的实力 在1964年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正是在国家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础上 中国才能够放心发展 大跨步前进让美国不敢小瞧 国家有实力才有话语权 才能做到真正的独立自主 方能破解美方的霸权主义阴谋 毛氏名言解战争本质 这次俄乌战争中 美国联合国际上各蒙约国对俄罗斯搞孤立 全方位压制 舆论也一边倒地谴责俄罗斯 对于美国的步步紧逼 普京也不时放出核弹威胁的言语 俄罗斯已做好玉石俱焚的准备 美国这个直老虎 终究有害怕的时候 但是刀在刀壳里才最有威慑力 毛主席说过 原子弹真没撒用 真打仗还得是常规武器 这句话的本意是原子弹尽管威力大 也只是战争的一种手段 不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 存在诸多问题 一旦使用对全世界都会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原子弹最重要的作用还是威慑 而战争的胜利 还得依靠常规武器和正确的策略 就如同当年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叫嚣着要用原子弹 把中国炸平的时候 毛主席也曾一语道破本质 美帝主义只是直老虎 在本次俄乌战争中 普京更要审视夺势 意识到使用原子弹的后果 俄罗斯一旦违反国际法使用核武器 便会遭到全世界的抵抗 俄罗斯的国际形象会严重受损 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甚至可能会成为世界公敌 俄罗斯将再难获得他国信任 其国家经济贸易 政治交流和文化发展都会受到影响 况且这会导致一场人道主义灾难 无论是对人类还是对地球 核武器带来的破坏都是无法挽回的 正如毛主席所言 决定战争胜利的是人 而非武器 所以使用原子弹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